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維金人追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技術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維金人 維金人最大的特色是擁有免費的輪軸技術 而且步兵的血量有增加的效果 維金人他的弓箭手也算是稍微有點東西的 但是沒有母子環稍微弱了一點 因為維金人有狂戰士棒的關係 強奴可以增加到11點傷害 所以維金人他的後期強奴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跟母子環的文明比起來可能還是會遜色一些 維金人後期可以打大量步兵 跟這個大衝車維金狂戰士作為主力 後期沒有火槍火炮 算是維金人的後期硬傷 所以維金人最好是可以在前期打出大量經濟壓制 或是經濟差距出來 去滾出自己的優勢選球 會更好一點 接下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複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攻擊 他的鯉車也是羅車 他的羅車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他的羅車升級時可以增加40%的工作效率 所以這個伐木技術啊 挖金挖式效率會再更好一點點 亞美尼亞人的白血劍兵有事也是比較著名的 但是這個白血劍兵有事的 大家都說被這個維金人 維金人被亞美尼亞人給取代了 所以這場對決我覺得蠻特別的 維金人對亞美尼亞人 也有人會說這是新舊維金人的對決 亞美尼亞人第一個強化教堂 也會獲得額外的勝負 所以亞美尼亞人的經濟來說 整體來說是不錯的 但他跟維金人有一樣的缺點 沒有這個火槍跟火炮的問題 最後期的科技部主 只能靠自己的步兵或是騎兵 去機動系的拆對方進行投司機 不然就只能兩邊自行互拆了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事態會怎麼打吧 我們先看到 這邊是YO對場Z40 Z40這邊是下了一個羅車 開始在伐木了 這邊在吃大象 後面的陸巡要趕快推 這邊很標準 趕快吃大象 沒有吃鹿肉 沒有吃羊肉 YO這邊也是趕快去吃野味 野味都是趕快吃 好 在這裡有吃一個 鄧鱗 我鄧鱗吃一吃 待會就可以繼續吃這些謎養 職業高手呢 他們的前期的打法 都會去早點去吃下地頭野豬 那早點吃的話 也不太容易被對方偷走 所以大家 要知道這個遊戲系列怎麼玩的話 就是記得 野豬越早吃越好 把這個野味三條路吃一吃 經濟就會很不錯了 好 那這邊看到維基人 已經補下了冥兵 這裡兩隻棒棒準備出門 好 出發了 維基人的步兵血量加成 是會到封建世代才開始 所以看看世代沒有加成 血量一樣是40滴血 那待會持上去就會變成48滴 多了這個8滴血其實還多蠻多的 好 這邊看一下 這邊是雙棒棒 雙棒棒通常不會升裝甲 看一下這邊會打的如何 好 這邊用棒棒騷擾一下 第一次贏稍微 打了一下之後回頭 是繼續打嗎 好 上重建世代 趕快補馬 就還是射箭長呢 好 這邊選擇的是射箭長 好 YL應該也是希望D40 這次下一個射箭長 那自己也可以趕快馬上轉射箭長出來 OK 那對於這種經濟流程來說 YL可能會稍微有點優勢 因為他有這個輪軸技術的關係 所以要爆弓兵 也會比D40這邊稍微簡單一點點 但前期的差距並不是非常巨大 這個水球呢 村民數量多起來會更明顯 因為YL這個輪軸技術 村民多效果會更好 好 這邊Z40的肉馬被戳掉 家裡趕快維持 這裡轉了毛兵 在家裡防守 前期穩住 我們拼後期 那以後期來講的話 Z40應該優勢不會太差 因為他的亞密尼亞輔助弓箭手 打這個維京人應該是蠻好用的 那亞密尼亞人有這個白血劍有 所以打維京人 步兵對敲的情況下 其實也不會敲出對手 所以打後期 確實對亞密尼亞人是比較好的 但是如果打後期的話 維京人的經濟血球優勢 又會特別巨大 所以Z40要怎麼取手 也是一個問題 絕對不可能跟對方打龍的 跟他打龍的話 維京人優勢太巨大了吧 所以Z40這邊是直接拉了一些槍矛 開始騷擾YO YO這邊村民直接拉村 這就是Z40想要的效果 只要讓對方村民工作 他的輪軸技術 這個優勢就不是這麼的明顯 那YO這邊是拉村民想要回救一下 這邊兵要回救嗎 感覺繼續騷擾Z40會比較好一點的感覺 這裡拉工兵過來就也很難救 還是要補一個馬舟呢 這邊打算要防止圍到底 這邊應該都是小打小鬧 快速看過去這邊 YO這邊是不下了 這個一擊射 增加一下射程 但YO這邊的工兵可能要被包夾掉了 這邊的薄兵機器已經非常多 YO這邊被迫出了一個馬舟 剩出了肉馬 但是這裡有回一隻槍兵喔 這個槍兵要一刀砍死嗎 欸 DC你是不是沒有看到槍兵啊 直接被槍兵戳掉了一隻肉馬 左邊的工兵手還在繞 希望不要被毛兵給砸死 這邊 這邊毛兵居然擊殺掉了一隻村民 第二隻的槍兵也過來了 現在YO這邊果然被騷擾到了 而且又要這邊換掉一村 哇 Z40用槍矛換了兩村啊 這個戰果非常的好 YO這坨工兵在野外一直沒有辦法很好的會合 連這裡沒有地方可以讓他進去了 除非要敵母牆 這邊用工兵去想要去包夾嗎 但是這邊工兵很怕毛兵 毛兵第一時間收掉了第一隻工兵 第二隻工兵單位也被收掉了 兩隻吃頭上前 但是槍兵在後面第一時間被YO的攻擊手給射掉 毛兵這邊趕快繼續往前 槍兵也是 哇 再一次被點掉 這邊YO終於擋下了Z40這邊的攻勢 但是同時也損失了自己所有的工兵單位 這裡又有隻槍兵過來 直接集火 換掉殘血的往後拉 沒有往後拉 直接點掉 但又有槍兵過來了 哇 Z40這邊很麻煩 槍兵一直在出 抽掉了YO的很多肉 那維京人現在有村民上的烈士 但是他有輪走技術的關係 水晶技上來說 應該是不會太弱或於Z40 Z40這邊也是補下了城堡賽升級 哇 這邊Z40的城鎮中心閒置只有13秒而已 除了這麼多槍矛 還可以這麼順利升上去 相當不容易 那Z40這邊是點下了城堡賽之後 YO這邊是補下了工兵鎧甲 還有一起的挖金技術 那這邊就要來看一下Z40 這邊會怎麼打圍巾的城堡賽 這邊有點好奇 好 這邊往後拉 槍兵要戳嗎 沒有戳 衝衝衝了 OK 用B腿 再往回拉 OK 旁邊都在跳恰恰 好 這裡毛兵 直接硬換 換掉了兩隻工兵 弱馬最後也打掉了所有的毛兵 現在槍兵遇到工兵者往後撤 Z40這裡點下了步兵鎧甲 可能是要轉一些槍兵嗎 重裝長槍兵 還是要轉... 奴兵呢 但這時候還沒有補奴兵 而是補了戰毛兵嗎 先點了二級色 戰毛兵要趕快補嗎 這裡先開TC 看來Z40這邊是有另外打算 沒有打算要把戰毛兵這麼快提升上去 凡是二級色點下之後 想要偷一些村民 還是要偷個二級伐木呢 這個不知道 看一下DC0是怎麼想的 但沒有戰毛兵的話 打弩兵會有點吃力喔 這裡直接被打破了一個洞 DC0用槍矛喔 防守OK嗎 弩兵現在有射程上的優勢 毛兵現在要打的話 一定要近身貼近 而且防禦來說的話也是稍微差了一些 這邊近身貼近之後 換掉了三隻奴兵 第四隻也被換掉 哇!第五個毛沒有發射出去 這裡被迫往維拉 畢竟點下了戰毛兵的升級 保留一下毛兵的數量也不錯 這裡再回頭打個一發 YO這裡是肉馬 沒有升馬凱的部分 所以被戰毛兵丟喔 這血量還是噴得很快 還有這裡補下了更多的奴兵 摩登中心只開了3TC 第3個TC還沒有 趕快補好 這裡G40到左邊稍微伐木 這裡趕快補一個強化教堂 剩下戰毛兵想要去追過去 而自己的工兵鎧甲也點下了 這樣就很坦了 射程太遠 點不太到 回頭打下洛馬 洛馬直接爆血 被秒殺 這裡補下了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第404TC補下 那YO這邊有要開3TC嗎 這邊就是分水嶺了 但這裡補了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應該是想要雙TC 打一個強軍事 延長一下城堡時代的時間 盡可能打出自己的經濟優勢出來 畢竟只要逼對手一直開戰 沒有那麼多支點可以去點下輪走 或是手推車的話 那自己有這個經濟上的優勢 就會繼續擴張下去了 所以YOW這邊打 強軍事一點 也算是相當合理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會更好 這邊3TC補下 給... 那黃金現在有點少 要補騎士嗎 好 偷死車 這邊可以砸到這個TC 還蠻不錯的 把這個距離砸過來 相當安全 後面還有奴兵保護 DC補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了神女的血量 還補下了救贖思想 救贖思想研發完之後 可以沿招降 對方能進出 跟方程機單位 連投石車也能招降 好 第40 這邊臭名書 現在是落後 58吋 對上67吋 這邊救贖思想 還有10秒鐘 第一隻僧侶終於要出來了 僧侶出來應該也兑吧 好 可以招了 好 投石車想要砸一發 砸的是生鋁 但是可以扛到一發 投石車的傷害 神聖思想可以硬扛投石車 OK 這邊 在CD沒關係 投石車還是要小心喔 這時候YO應該知道這個生鋁 在CD不會招 直接硬投投掉 這件事情又出了一隻生鋁 又在招翔 有可能會招到下面這台投石車喔 這個不低嗎 這時候弓兵回救一下 OK 即時救援成功 外奧還是蠻有經驗的 知道自己的弓兵應該是來得及 上方這裡也補了一個新的承認中心 4TC開農 現在亞美尼亞人Z40繼續按生鋁雙隔修道院 兩個修道院 開始防守 前期的投石車跟生鋁的攻防戰喔 大部分都是... 做一個操作上的打法 生鋁招牆 招一下 什麼兵 哎呀 頭發 頭掉了 頭掉了 好 攻兵往前 先點掉生鋁 再折一發 YO 直接全部擊到Z40的所有單位 Z40這邊直接硬蓋寶 不然可以多射幾隻 但是這邊打算要先射生鋁 生鋁最後還是把... 這個... 生物可以搬到了窮阿教堂裡 這裡直接在投石車的... 眼皮底下 蓋好 結果最後被投石車 自己的投石車給砸光了 自己是你這邊招想招得很漂亮 最後還是有招想掉一台投石車 最後這個城堡一直順利建起來 這時候YO點下了帝王實在 沒有想到YO還是稍微領先一點點的感覺 有這個守推車經濟實在太好 電弘時代先點下 Z40這邊稍微落後了一些些 好 升到電弘時代 維京人步兵文明 還是要轉步兵喔 電弘時代打步兵 確實很省資源喔 而且可以高速量產出來 經濟這時候已經很好了 Z40稍微招想一下野外的工程機制招數喔 逼迫對手去取消 散除加這個工程機制招數 但Z40這邊展出來的東西是 復合弓箭手 復合弓箭手打維京狂戰士 效果還蠻不錯的 確定就是 可龍被維京狂戰士貼到臉上一戰暴打 因為他的射程實在是太遠 只有4加2 到了電弘時代也只有4加3 優點就是 可以無視敵方的裝甲 但維京人的步兵 只剩就沒什麼防禦力了 維京狂戰士更是如此 除非維京這邊打 軟甲劍兵勇士 那就有差別了 我還要知道自己的優勢是 維京狂戰士 移動速度稍微快一點 說到遠防不高 但是打復合弓箭手 有根本沒有一樣 所以打維京狂戰士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時候Z40三級射點下 還點下了印刷技術 亞美尼亞人的生旅科技 是全滿的 所以打生旅戰 是非常適合這個文明的 那要應對孕婦對方的中頭 或者是打這個奴炮 都會很好的招搶對方 甚至火炮也可以招 但是維京人沒有火炮 所以這部分是暫時不用擔心的 只要擔心 YO這邊轉出中型偷子車 YO應該也是有料到 Z40這邊有可能會打 這個亞美尼亞的全滿生旅 所以打中頭的話 還是有稍微風險的 所以YO這邊 除了打維京狂戰士之外 也可以打這個肉馬 輕奇兵 但這個絕對不是他的首選 因為你同時要爆肉馬 又要爆維京狂戰士 肉的使用量也會被壓縮起來 全部拿去爆維京狂戰士 似乎是更優解的一個方法 維京狂戰士第一時間攻擊的 並不是正面的復合弓箭手 而是選擇攻擊的巨型偷子機 想要保住自家的城堡 但這邊一出出之後 只拆掉兩座巨型偷子機 完蛋了 右邊的巨型偷子機 又再次架了起來 Z40這邊 防守綁得還不錯 這邊已經轉出了長劍兵 神全陣直接補下 還會生旅遭翔的難度 也會稍微下降一些些 右邊的 以及黃蛋士想要直衝巨型偷子機 但即使你這邊也有意思到 右邊防禦空虛 把所有的巨型偷子機拉到左邊了 所以我的巨型偷子機拉到左邊了 第三台要準備架起來了 這時候Z40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劍兵勇士也升級上去了 三台巨頭就能搞定 這邊攻防提的很快 第一次你這邊已經把劍兵勇士升級好了 二級攻也點下去了 YO這把他打得有點微妙 因為他是打狂戰士的關係 所以城堡數量 照理來說要保留起來 但是他每一根城堡都 都差在野外 讓對方打的感覺 所以YO待會要怎麼防守 這些城堡是個問題 畢竟他金瑞都投資下去了 如果城堡被拆光要轉型箭有的話 他的轉兵成本會很高 這邊金瑞防禦士 已經升級好 攻擊14加4 跟遊俠的傷害是一模一樣的 近戰防禦5 遠程防禦也是5點 這時候亞美尼亞人Z40 也點下了金瑞裝甲 金瑞升級 正經印藏 白血嗎 哇靠 白血劍勇是扛圍巾狂戰士 好扛 哇真的是老扛了 白血劍勇 打圍巾 這個是什麼概念 圍巾人特色要變成沒有特色了 爛了 明明是步兵血量增加文明 但是卻遇到了一個亞美尼亞人 劍兵勇士甚至比自己的劍兵勇士血還要多 這裡要轉強弩了嗎 但現在志願量可能不夠轉強弩喔 這裡要稍微買賣一波 好右邊的黃金沒有開挖 這裡可能稍微露死掉了這塊黃金 轉強弩的話 維基人還有這個射程上的優勢喔 傷害上也是喔 但沒有拇指環 但也有關係 或者弓箭手也本身也是沒有拇指環的 但這邊YO決定是打戰毛兵 唉呀 打戰毛的話就有點微妙了 這邊打戰毛要打穿劍兵勇士的裝甲是不太容易的 本身是有遠防5點的 戰毛兵點完之後是3加4是7點 所以怎麼打都是兩滴血 而且劍兵勇士是100滴血 所以打11隻劍兵勇士 戰毛兵要打50下 才能打11隻劍兵勇士 怎麼想都不划算阿 而且戰毛兵的攻擊速度也比努兵還要慢了一些 這邊果然亞美尼亞人的 波魂軍手稍微被反制回去了 雖然打戰毛兵很痛 但是 被換的話還是很虧喔 好 第40隻手來補下軟甲技術 哇 軟甲補完之後 戰毛兵怎麼打都是一滴血囉 喔 減1減1減1 1加5 遠防6 好坦 哇 這裡附有攻擊手 打戰毛兵 打圍巾防戰士 都是非常輕鬆的 後面5台軍一同時加了起來 YO的左邊塵暴也被拆除 正面最後一根塵暴也瞬間 被拔掉 正面的危機狂但是正面迎戰 劍兵偶士 但劍兵偶士數量實在太多 而且這是白血劍有 危機人 歪喔 右邊伯利跟城堡 想要繼續量產嗎 但是已經打出了GG 恭喜Z40 敘述的拿下這場比賽 哇靠 Z40在一邊轉兵轉得行雲流水 這個 復讀攻擊手沒有先升到精銳 反是先讓劍兵偶士提升上去 金冠也是早早點下 那復讀攻擊手反而是最後升級精銳版本 沒想到 YO這邊的危機能是完全打不贏 亞美尼亞人嗎 感覺早點轉強弩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可以繼續打 再轉出一些肉 去針對後方的 這個 這個叫 復活攻擊手 或者是直接轉戰毛病 折大量遠程單位去防守 然後轉出少量的步兵單位去正面扛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決定了 但是YO這邊可能是轉兵有點遲疑 或者是覺得自己城堡不會掉得這麼快 沒想到Z40這邊軍銀頭時間實在太多了 瞬間把數 讓Z40成功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YO拿到經濟的資源勝利 最後還是YO經濟還是贏的 但是亞美尼亞人 Z40這邊有五勝物的優勢 哎呀五勝物就是香 那軍事方面拿到1.15的KD 不得不說 現在的危機能打其他文明來說 可能遇到亞美尼亞人 是稍微偏劣勢的 畢竟自己的步兵特色 被削弱的很沒有存在感 所以危機能後期可能還是要打工程器 會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Z40這邊已經預測到 可能會打工程器 所以VIO這邊也不太好轉工程器 所以這點是相當可惜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著太仔細節 記得點讚 還是到外面 我們會不會請到 真的想不客氣 通常 我們會不會請到 這部影片 看見